哈喽大家好,欢迎大家再次来到我们鼎盛职业的房产生活频道,我是Heli 哈喽大家好,我是雅舞 我们在这里专注分享澳洲第三大城市布里斯班的房产和生活 那昨天呢,我们的油管啊 因为在澳洲这边我们主要是发布油管啦 有一个粉丝他问就是公立小学跟私立小学的区别 我们之前聊过就是很多学校嘛 主要是聊一些排名啊 然后公立跟私立的区别 那这网友他特地提问他说公立小学跟私立小学的区别 专门点出小学 对,可能是因为就是有挺多华人的策略上的Sam也说过 就是说小学去上一个好的公立 中学的时候再把他们送到私立 这样在在悉尼墨尔本是什么情况我不太知道 在在布里斯班我们这一集单单纯讨论小学吧 也就把索性就把这讲的稍微细一点 有时间的话看有时间的话呢 之后再稍微扯到一些中学啊 中学方面的东西吧 首先小学的话呢 说实话我不太谈论成绩啊 因为那成绩也是有必要的 但没有 差距没有像中学那个成绩 中学的成绩你是要拿去申请大学的 那个是非常严苛的 99.5和99就是有区别 真的 那肯定啊 99就是和95有区别 那95又和90或者85又有很大的区别 就是每一档就差很多了 就是你想你想当医生的话 你每个9999.5那肯定就不行了 哇你98都不行很多学校都不行了 哇 差不多就是这样一个概念了 那反正每一档都会有他的最佳的那个专业选择 他就他就这样去分类了 所以说那个东西是是是是你差百分比你去差个百分之一百分之二 都会影响到你未来的那个职业走向 原来澳洲的阶级真的是从高科开始的 那肯定啊 他他本身就是一个分层社会嘛 总之来说就是小学的成绩没有像中学那么重要 你去申请中学的时候呢 他当然需要看你小学的那个成绩啊 但是只要你的成绩不是特别的烂 你稍微差个百分比稍微差一点点 问题都不大 问题都不是特别大 所以说呢我说再加上还有一点就是澳洲的小学的学习内容 远远没有中学这么多 本身大家都知道就是说肯定但凡两边读过书的 很多家长跟我反映就是澳洲的学的东西比中国要钱很多 确实是有这样的一种倾向 但是其实落差比较大的呢是在小学阶段 在中学阶段特别是一些比较好的 他学的东西还相对多的 在小学阶段说实话基本上玩的比较多一点 所以说小学本来学的东西比较少 所以说 私校都一样 私校会稍微多一点 但是呢差距没有那么大 所以说在小学阶段的话 目前为止来看布里斯班 就是功利和私利没有特别明显的差别 没有特别明显的差别 那为什么有些功利会特别的突出呢 是因为那个功利有很多的中国人 百分之七八十都中国人 甚至百分之八九十都中国人 这些公小学都是有的啊 那中国人有一个什么特点呢 就是特别抓学习啊 补课特别多啊 周末礼拜六礼拜天都会送去补习啊 就像日本韩国一样啊 这边反正比较出名的几个补课机构都是日本人韩国人开的 然后你知道在小学阶段 那个老外一玩 然后你华人一补课 那成绩马上就差距就拉开了 而且学的东西又少 那很容易就会出现 那个小孩的算数算不来 我这就加减成出 样样都会 所以说相对来说 这边的功利的小学呢 就特别突出 因为华人就大量的华人都在里面 但是到了中学 就没有这么大明显的一个原因呢 就是中学学的东西开始升了 你的家长没有办法开始每天坐在你旁边去跟你辅导功课 很多中学的那个课 我大概看了一下 都很多都是那种带一些思辨式的那种 就不是不是单纯的做计算这种东西 你真的做计算 我还能帮你补个课 很多都是那种思辨的一个课 有点像那种大学的一个课题 你知道吗 让你去讨论一下 我大概看过几个那种什么物理的 物理的什么地理的这种 有点像小论文展开的 有点这种意思了 就包括历史也是你要读一个什么材料 然后你要有一些什么感想 这个就是澳洲中学学的东西 你说这东西 华人家长但凡英语 但凡是第一代移民 这英语不是那种这么地道的 你说这种怎么辅导 就根本就没办法辅导 所以说到了中学老师和学校的优势就开始出来了 你家长不太有可能在坐在旁边天天叮叮叮 靠家长去叮去把这个小孩的成绩推上去 就这个时候你就会发现公立小学 私校的公立 就是公立和私立的小学和公立和私立的中学 完全是两种情况 包括成绩也好 包括他的那个就是人员组成也好 就完全就颠倒了 你在公立小学的时候 你会发现有大量的华人都挤在公立小学 等到你到了中学之后 你就会发现大量的条件好也 特别是最近移民 就投资移民也多了 就条件大家条件都好 基本上华人都去私立了 基本上华人都去私立了 留在公立的华人有 但是比例就和白人就明显颠倒了 你就会发现有些白人 他知道自己小孩 可能依旧小孩养的比较多 第二就是他也不太 就是要求 就是说小孩 你一定要怎么怎么 所以说有大量的可能 你就看胖到白人也好 或者怎么样也好 就会留在公立的中学里面 比如说他是两种不一样的情况 那送私立的话 你毕竟都花钱了 他会有什么 带给你带来多大的优势吗 我觉得最明显的一个就是 很多家长跟我说 他behave会稍微好一点 behave就是 澳洲人说的他的一个行为举止 因为刚才我们讨论了很多都是成绩 成绩这东西当然是很一个很务实的东西 就是一个比较英式 但你走上社会 特别是西方社会 你不单单是以 就是说成绩并不是万能的 很多时候有一些潜移默化的东西会影响你之后 比方说这个生意能不能谈成 这件事情能不能促成多方合作 很有可能是你的个人魅力去影响到这件事情的成办 那这个东西它不是一加一二加二这么死板的东西 它是一个很火的东西 那在 在小学阶段内他可能就会慢慢的开始培养你对一个规矩的遵守程度 这也就是为什么我们在国外会看到有些老外为什么就这么热心 为什么有些老外对一些不守规矩的那些行为会如此的嗤之以鼻 说实话比方说今天有个人在我前面插了个对啊或怎么样 我不是插我或者甚至插插我的对 我都会觉得还算了算了无所谓这种 但是有些老外他就会特别的认真 那这个就是他小学阶段对于这种品行的培养对他的一个影响 那私利和功利呢 基本上功利的话这方面会稍微少一点 你哪怕学校出现什么像补理就是同学之间相互 对同学之间相互欺凌或怎么样 老师反正能拉能拉开就拉开 他也不会说做特别多个工作 但是在私利学校呢 这种东西都是他们非常讲究的 比方说你小孩每天要要戴戴礼帽打领带 背书包你要背的非常的要不能什么书包 你知道很多小学 我看到一些功利小功利学生脱在屁股下面 就非常的不是那么体面 他们要讲的就是courtesy 就我要做一个体面的人 我要衬衫我要洗干净你知道吗 就那袜子我要穿那种过细的 然后皮鞋要擦得很亮啊 对就他们就要讲究这个 然后排队你对老师你要你每天早上要要要说说早 然后要要再见什么就就就差不多这种东西 就这种很虚的东西和音试教育无关的东西 这个是私校会会会大量的去教你的小孩要要做的 但这个东西就看了就是说你觉得说这些东西值不值得你去花这个私校的钱去培养 就私校花的钱还是有他优势 你说这钱砸水里了 那大家都不是傻子 如果真的一点优势都没有 那私校也没有这存在价值 只是说你觉得你愿不愿意去为这些比较体面的东西去付费 这个是每一个家长需要考虑的问题 这些东西可能不涉及钱啊 或者不涉及你小孩的一个成绩 本质就是OK 但他可能你希望是一个better或者best 那你可能就需要花更多的钱 那我们这期视频就到这里吧 希望可以能够回答我们网友的问题 大家可能就是家里看我们视频的观众 家里面有小孩可能送公立的小学 四个小学都可以在评论区跟我们分享一下 对 实际上司令呢 可能就真的自己自己更省心一点 上公立的话呢 你可能要自己要多花心思 一个是你要盯着小孩的作业 然后你可能要比较注意他的行为举止 万一他在学校里面有一些不太良好习惯 你马上要交告诉他 你要让他认清认清是非 你要知道说你要跟哪些小孩在一起玩 你哪些小孩你不要去学他 就说一个是花钱省精力 一个呢就是省钱 但是你要花精力 这个东西没有办法去做一个完美的平衡 对 没有办法 你只能做取舍 你不可能兼得 然后我又要省钱 我又要小孩非常的体面 任何的behavior非常好 我又不花精力 这个是不现实的 你既然生了小孩 你就需要养 OK 那我们这期视频到这里 大家希望视频记得多多帮我们转发分享 有想听的话就在评论区告诉我 那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 好拜拜 最后请大家不要忘了关注我们的频道 因为我们的频道不仅有布里斯班房市的优质内容 还有布里斯班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 相信你一定可以看到一个有血有肉的布里斯班哦 那我们下期再见了 拜拜 拜拜